我們這一週進到另一邊的信息 這邊的信息叫做一路主的職業與工作 就是我們藉著聖經裡面的話語 從舊約 從新約 來看說照著這個生命中管制的原則 我們在選擇我們職業或是在工作的時候 我們該有什麼樣的態度 事實上這也是弟兄姊妹都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一生之中有幾個很重要的轉彎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選擇職業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婚姻 這些都是一個很大的轉彎 所以在這個人生轉彎的之處 都需要有主的話來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裡面能夠接受那裡的引導 都是我們有這樣的做過的訓練 我們在思考我們這個未來職業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跟外面的這個世界的人所一樣的 因為一般外界來選擇職業 就是幾個字馬大論其屬的 錢多至少比佳境 這個位高權重責任輕 什麼還有後面有人加幾句說什麼 這個睡覺睡到自然醒 數錢數到手戳鏡 各位可以押韻了 這是世界人的看法 但是一個基督徒我們是從這世界裡面分別出來了 所以我們需要按照聖經的話 按照聖經的教訓來好好的思考 我們在選擇這個職業 為了我們的養生以外 到底神在我們這個身上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要我們的活出 那這邊信息呢 我們就請開學弟兄跟我們來分享 因為開學弟兄一直也是在外商公司上班 你知道外商公司有時候是蠻殘酷的 很殘忍 很現實 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面呢 我們如何經歷這個神在我們身上的帶領 我想說也藉著弟兄 來這個跟弟兄姊妹來分享這邊的慶奇 我們都歡迎開學弟兄 很喜樂又要跟弟兄姊妹們相見 其實我三次來這邊跟弟兄姊妹們碰面的時候是講 那個若有人犯罪 那聽說上一週講到的是基督徒的理財 阿妹 可能大家弟兄姊妹們覺得說 欸 還聽一聽 基督徒到底怎麼理財喔 可以讓我們賺大錢 哈哈哈 但是好像不是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相信弟兄姊妹們有很多的這個 觀念上的轉變 阿妹 也有很多的開啟 是 那我們這週要來再繼續往前的 是看到基督徒的職業還有工作 阿妹 那這一篇呢 其實不是太難 那也不太能夠再讓我們再去走回頭路了 你說理財 我都可以說明天開始 從下個月開始 這個月開始我就可以有一些 因著看見 我有一些轉變 但是咧 我們職業能不能說今天 清完以後 明天跟老闆地吃辰 然後我要開始走主所命定的這個職業的道路呢 很難 那所以 我想我們今天這個信息 我想改一點點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不一直一起念 我們到時候就輪著 有一些點我們就輪著念好不好 我們只有大點我們一起來 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 30篇的標題下面有一個有一行字 基督徒的職業我們一起來好不好 基督徒的職業是一件大事 職業如果選錯了 前面的路就走不好 是 呃 低雄 我就想說低雄為什麼會找我來交通啊 可能是我這個人 人生到現在大概44歲了 已經換了不少的工作了 所以呢 換工作的經驗比較頻繁 所以來給低雄指令了一些交通 那事實上我來看這件事情啊 覺得 唉這個 這個準備完這一篇的信息以後啊 如果真的有機會 再要我重來的時候啊 我覺得如果走 主所我們命定的這個路的話 我們這個人是保守在這個主的回復裡面 是非常蒙福的 所以呢 基督徒的職業是一件大事 確實 喔 我真希望我聽到這篇信息的時候 是像 這個這個 國君一樣 大一要是大二 喔 可以在他的未來大學的生活裡面 有一些的尋求和預備 對 喔 那如果選錯了前面的路 不是說完了是走不好 喔 這邊是講說走不好 走得會齊齊區區的 喔 那怎麼齊區法 我待會我們最後再來 再來做一些交通 喔 不管是拿我的例子 或是有些弟兄姊妹們 其實鼓勵大家來分享一下 好 那我們從這個職業的上面 我們來看 聖經裡面神所安排的職業啊 在舊約時代就已經有安排了 在新約時代也有許多的例子 我們待會好 我們就不一起念 我們就從這個少父弟兄 我們開始一個人讀一段好不好 讀一個點 那我們先看到在舊約時代 神所安排的職業有哪一些 阿妹的國 第一點 當神創造人的時候 神就替人安排了職業 Amen 神所分派給亞當和夏娃做的事 那是修理 看守 業員 職業就像園丁 阿妹的職業已經出來了 就是園丁的職業 阿妹 那第二點 國君 來 亞當和夏娃犯罪之後 並就不給他們效益 他們又犯留本地 查得不懂 他們又重益 才有何次 人落落後 神所穩定的職業是 做農夫種田 從園丁 到了做農夫種田 這個中間就是有一個變化 人落落了 所以要汗流滿面 才得虎口 那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現在以後的光景了 那第三點 馬弟兄 縱世紀世上的時候 一看見該 有種地 也有牧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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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那我們繼續看第四點 神在地上越過越多的時候 有各種的僵人起來 有鐵匠 有銅匠 有做樂器的 有造造 各樣銅鐵利器的 起來 到了巴別塔的時候 有尼瓦匠 還有木匠 是 所以這個時候職業的種類 就越來越多了 好 然後 好 第五點 我們就繼續那個孟家好了 十二章 神拣選 雅伯拉罕也是牧人 是 他有許多的牛 有許多的羊 他有羊 樂的時候 他也是有羊 牛群和羊群 可見他們主要的職業 都是序幕 阿門 有什麼 我們在讀的時候 可不可以阿門 阿門 我們用靈好嗎 雖然這件信息 其實是比較 我們 我希望說趕快看過一遍 了解了以後 然後後面也有許多的交通 好 好 使色戀人出埃及以後 神應許給他們 有乃有利之地 以色列明顯有兩個職業 序幕和羊群 是 是 所以出埃及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 神給他們的應許之地 是流 流奶與蜜之地 那這個地方 一定是有這個序幕 和耕種的這個現象存在 所以在舊約裡面 就有這幾種的職業 那你說這幾種職業 我們現在可以回去的嗎 好像有一點困難 我們再看看新約時代 主有什麼安排 主 主 在十三章裡 有 撒種的禮遇 二十章裡 有 神道元的禮遺 Amen 路加十七章 說道有 俗人 跟地 或是從 你放養回來 從天裡 這個燒天 燒大禮 從天裡 從天裡 放養回來 在約翰十章 主說好 牧人 為養神祕 這是序幕 所以耕種和序幕 是神給人規定的基本職業 對 好像接續著舊約時代 這個耕種還有序幕 是神給人的一個基本的職業 那但是到了新約時候 開始有像路加做醫生 保羅來支帳篷 那支帳篷和打魚其實是不同的 那他們是屬於一個加工的製造 那這邊有一點點不同 是錢跟錢面 神在舊約時候所定規的這個職業 一個基本原則是 人跟地是一個直接的生產 那麼織布做裁篷 或是做帳篷呢 這是一個加工的製造 Amen 這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是可惡的 是